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灣就這麼小 打個電話告知 答應簽署給承諾有這麼難嗎 清潔員不滿 被敷衍繼續逼問 工會見不到韓國瑜最後只好轉交成情書 目前台灣清潔員勞動條件各縣市都不同 有的是用勞基法 有的採取公有的管理要點 工會帶著清潔員向總統候選人陳情 沒見到韓國瑜一開始還被總部敷衍 難免火氣上來 炮轟只會講不切實際的話 三零修圖有全轟屬豬 高雄報導